斗魄苍穹动画56集更新了 萧炎已经带队强势扎上云蓝宗 不仅祭败骨盒破坏云蕴大昏 还与云山正式开打 从官方公布58集先行预告来看 剧情进展飞快 萧炎终于霸气斩杀云山老狗 但却出现变故 魂电雾护法吞噬云山灵魂后 要老有危险了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萧炎与云山一对一单挑 虽然云山是斗宗强者 萧炎是斗王巅峰 看似云山获胜没什么悬念 可惜他碰上的是男主挂王 云山也为自己的自大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先行预告来看 萧炎与云山一战 可谓是十分的炸裂 双方的脸上都有不小的伤势 打得也是相当的激烈 不过萧炎霸气挥拳 拳拳都打到了云山的身上 也加出一层层的绿色能量 可见萧炎拳头的威力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画面应该是萧炎 动用三座火莲底牌之后 给云山捕刀的场景 终于给自己与父亲 以及萧家人一个交代 简直是帅气逼人 随着云山的掉落 也预示他的惨败与死亡 萧炎终于成功为家族报仇 然而在云山掉落的那一刻 回面巫护法突然出手 将云山抓到手 本以为乌护法会动用底牌 救活云山 毕竟他们俩是盟友 可是万万没想到 乌护法更加的狠辣 左手抓住云山的尸体 右手一拽 就把他的灵魂体给抓出来了 随后直接吞噬斗宗级别的 云山灵魂体 这还不过瘾 从预告来看 乌护法还施展出了 魂殿独有的秘书 在空中凝聚出了 巨大的黑色雾气 困住云蓝宗的 窦皇长老与窦王强者 活生生地抽取了 他们的灵魂 将其吞噬 使得悟护法实力大增 而这一幕也惊呆了所有人 随着云山的死亡 云蕴体内的静止也自动消失 实力也恢复如初 虽然云山曾软禁他 更逼他出嫁 但毕竟云山对云蕴有养育之分 当看到魂殿悟护法吞噬云山灵魂 斩杀云蓝宗长老时 云蕴忍忍不了 联合云蓝宗弟子 施展宗门大阵云烟复日阵 齐杀悟护法 其中纳兰奄然也突破了生死门 直接降临战场 守护自己的老式命运 随后两人合力攻击 奈何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被悟护法轻松破了大阵 之后 实力大增的悟护法 开始对耀老展开抓捕行动 耀老这回有危险了 从先行预告来看 耀老从挥剑 打断悟护法的吞噬 奈何没成功 如今悟护法盯上了耀老 下一集就能够看到耀老遭受重创被抓的悲惨画面 这下萧妍又要伤心逆绝了